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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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結婚的時候 你們需要跟他講嗎 我跟你講他開心 我可以自己講你自己講 蛤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他你們兩個之外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找你們聊這個主題 就是說像朋友一樣的家人 如果說大家有知道一些背景的話 就知道他不算是你的親生小孩嗎 為什麼不算 就真的不是親生 為什麼不算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們情同就是 比有寫緣的人的感情才更好 回過頭到一開始的時候啊 你在戀愛的過程中 你一定知道他是有個小孩的嗎 對 你新聞上對我寫嘛 對 那你心態什麼準備 你本來就愛小孩的人嗎 也也不 真的真的 我是那種以前呢 在餐廳吃飯 然後旁邊很吵的時候 天啊這個要是我少 真的我是這一種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講好 我說我們兩個就負責談戀愛就好 我需要經歷他的家庭 結果後來呢 我覺得是他給我的 feedback 太大了 所以就變成我 就一下就進入這個家庭 所以真的是你們第一次碰到是什麼樣 因為我買了一套恐龍的睡衣 要給他 因為他很喜歡恐龍 然後他就說雖然我不在 有點丟臉 好可愛 小男生 小男生穿恐龍睡衣都很可愛 然後後來呢 然後斗哥就說你不用害羞 你就去啊 這樣子 我說他只有你媽在 然後就 對啊 這很美啊 結果那時候 好像一下子就快九點了 我很晚才去 那小孩 噢 原來九點就要睡覺了 他收後菜 這個意思 對 因為我們工作我忙完 對 不是十二點耶 對 然後半夜兩點 你覺得呢 然後我就覺得 九點就要睡了 OK OK 然後他就 他就自己開口跟我講說 那你可以講故事給我聽嗎 對 那還可 還可惡 對 然後那時候 他穿著口容繩衣嗎 對 然後他在講 沒有那麼長 沒關係 OK 然後我就說 OK 也許沒人跟我做過這種要求 對 第一次都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就是爸 哪裡來的樹 他有很多樹 然後但是他就 我說OK 但是我沒有講過你 你教我怎麼做 對 然後他就 就跑到房間去 然後就上了窗 然後就說 那你躺在我旁邊 哇 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躺在旁邊 然後我說OK 所以那時候 你稱呼他們也長想要姊姊 是姊姊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 他其實 三十幾歲 還說他十八歲 然後那時候我爸 我爸認識就說 你這樣學說姊姊很開心 他自己很開心 然後我想說 阿翔還睡了嘛 對不對 我還沒講完 然後我就走出房門 因為我準備要回家 不然呢 對 不然呢 對 不然呢 拿出一盒拼金 對 神經病啊 然後結果他媽媽 突然接著一句話 阿你不不 留下來睡喔 所以這種狗狗都還沒回來 都沒有啊 你們這樣很奇怪 在工作 在工作 不是 我說 怎麼會邀請一個人 留下來睡啊 對啊 那一個叫我上床 然後講故事給他聽 然後我說 你留下來睡喔 這樣 然後我打給董哥的時候 換他說什麼邏輯 然後他說 劉子群不會隨便教人家念故事 爸之前跟我說 我只會跟漂亮的 記起話阿姨講話 哇 覺得很堅持 真的有堅持 真的是堅持 那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你當天就留宿 沒有 我怎麼說 你嚇死了 我就是故事超閃開 我沒有 我就回家 我就打給董哥 然後後來呢 就是因為他的 feedback 就是完全 他被我歌都很熱 對 所以我們就一下 我們就進入這個家 哪一刻 開始你真的要把他認定成 哇 他是我的小孩 結婚前就有這種想法嗎 對 因為我們其實交往 真的喔 其實我們交往七年了 所以其實我可以說 我差不多 交往差不多一個多月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希望小孩可以想到我 所以我來當白臉 他當黑夜臉 然後不到這個月 我就自黑黑到底 我跟他見到面的時候 大概就覺得他會給我那種 有點像媽媽的感覺 所以我才會覺得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我沒有聽過他講的 所以我跟爸爸講過 然後就是 所以我才那麼快的可以去介紹 小小這樣子 哇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次覺得 天啊 帶小孩真的就這樣 助理在帶明星 他參加園游會 你知道怎樣 沒有小男生一定跑一跑去 然後又流汗要換衣服 幫他拿水服 對 我水服 然後還有毛巾 然後還有他的衣服 然後你知道我一直跟在他後面 然後因為小男生玩的時候 他完全忘記 要喝水這件事 他要把水肚給 來來來來 喝個水喝個水 喝個水 喝個水 喝個磨汗 喝來 你只差沒有補蜜粉 對 補蜜粉 那個水泥尺 對不對 那你的同學們的媽媽爸爸 會認出他嗎 都有 對不對 他也是說 那不是趙小喬嗎 對對對 就我同學就說 妳媽媽是趙小喬 我說 對呀 她是 她是 真的喔 然後全部都很驚訝 哇 那是沒有得意嗎 就覺得他走路有風 我其實不知道 為什麼大家會認識小喬 好 因為你不知道 我的時候不知道 所以我就發現就是說 原來小小是七度花的七度公園 我真的相信有愛這件事情 因為我從小是一個睡 就睡到死地震也不會醒 那時候我跟她睡了 她只要一翻聲我就醒了 其實那真的很神奇 這真的很神奇耶 真的喔 真的會不會很深 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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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早上他結婚的時候 你們需要跟他講嗎 我跟你講他開心 我自己講 我自己講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那時候有一天我們就看完了 爸爸演了一支舞台劇 然後我們那時候 爸爸就在101旁邊 他剛好就買了一個東西 然後送了一隻熊 我想說這隻熊為什麼會送 他買了一個戒指 然後準備要跟小小求婚 那個時候他就錄一個影片就說 明天我跟我們同學 我的小學同學跟家長 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要跟小小求婚 那個時候我就說 哇這天要到了 我很期待 我就說好那你要我做什麼 他說就是我一點頭就錄影 然後小小就預備求婚的時候 然後大家狂叫啊 他學得哭很慘這樣子 我會覺得哇 這一瞬間是這一生 我覺得真的很幸福 那你那邊說 Yes I do 沒有 我跟妳講 我只記得我老公 在拿戒指出來的時候 就說我膝蓋有點痛 所以就馬上跪下來 這麼多次啊 因為這是你第一次被求婚 對對對 真的是 可能就有兩次 可是你就是等於 把我留之前的一切 都當成你自己的親生兒子 在看待對不對 包含說不管她的客音的商品也好 或是她接了戲劇 或是工作上的作品也好 就有任何的戲劇 就你們要幫她挑嗎 你本來就想演戲嗎 我知道國中 就是有一次接到 惠林導演的那個 你的孩子不是你還是 你演完我就覺得 我真的想走 戲劇這一圈 可是你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爸媽以前都是 很可能的演員 大起來也是 那我講錯話 那你還在說話 我幫你講錯話 他把影片是他的演員 你講完想說 剛剛是 注意一點 注意你 你要值 我覺得不會 反正我覺得會更放心 是不是有兩個 非常非常資深的演員 我會覺得 所以是一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問他們 然後他們帶領我去走 演藝這條路 我覺得一定很安全 我拍了你的孩子 是不是你孩子的第一步 然後我就是 一定要先問過他們 然後他們會先跟我討論 之後的電影啊之類 我就是靠第一個人來 但有問題的話 還是會問他們 因為這次在無聲裡面 還有手語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也太難了吧 重點是他拿到劇本之後 你也都會先看嗎 還是不 我跟你講呢 其實呢 我真的超懶得看的 因為劇本很多 因為我這個時候 就覺得很嫉妒 我說 劉子權 你會不會太幸運啊 我說我進圈子那麼久 我從來沒有拿過一個劇本 然後還有人幫我看劇本 我說 天啊 你可以免費的表演指導 你知道 你爸在外面當表演指導 多貴啊 那不是誰都接喔 像他拍無聲的時候 是18年的時候拍的 所以那時候他其實才15歲 斗哥講得很好 有時候我以前太管他的時候 他就說 你一直把他塑造成 你不想要的那樣子 那他就只有這樣而已 哇 你當然希望他 他都比我們更好 對 所以 他講過這句話 因為很酷耶 與其感動 我覺得更大的是有一點心疼 對 因為這個角色真的是 即使是我今天已經40歲 甚至是斗哥已經 積在這個裙子30年 在面對這樣的角色 因為真的太痛苦了 這部戲 所以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這部戲 這麼壓抑的電影 我們 要去看嗎 當然要 當然要 你剛剛說 他還要什麼 不是 我想說 我 好 好 這背後的意義 雖然壓抑 但我覺得 這部電影傳達出來的 就是意義 真的非常的深遠跟重大 是我覺得是認同 是這部電影的核心 不管是龍人 或是各個 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基本上都會在尋求認同這兩次 不管說到底是不是有寫人關係 可是其實真的感情很好 或是一直成長才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會很幸運 他剛才講的就很感人 他講黃就是家人 哇 是這樣吧 是這樣吧 對我自己很想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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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